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维斯布鲁克缺席的赛季投两场比赛中 雷霆遭运了连百 他们先是在揭幕战中 以100比108不敌威脸冠军勇士 随后又在第二个课场中以92-108输给快船 此一回到主场 他们将迎战同样两战皆赴的国王 主帅比利多诺万此前谈到了球队目前存在的症结 我们太好防了 球根本就不转移 我们的把球转起来 然后再去进攻 我们要在内线多的一道球 为啥的付出可能会让这样的情况好转 毕竟 除去暴罗调制之外 雷霆在进攻端有了第二个把握极大的发起点 2017-18赛季常规赛 维斯布鲁克为雷霆出战了80场比赛 全部单约首发 在场均36.4分钟的时间里 他可以共庆25.4分11篮板10.3助攻1.8强断0.3封盖 这也是他连续第二个赛季 完成场均三双的壮举 悟空 谢谢观看